教会的青少年 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照耀着这个世界 青少年飞夫计划是集合了 每年准备升上大专的中学毕业生 我们有为期一个月的分裂 涵盖了熟灵、沟通、关系不同的范畴 我在飞虎真的找到一些很长的关系 除了是一群嘻嘻嘻、一起玩东西 我们真的会帮助对方在关系上的成长 飞虎令我明白 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条通往天国的锁匙 而我们叫做一个决定 去打开天国的门给身边的人 当不少的青少年考完工开试 常在找自己的路向 甚至只懂得做兼职赚钱的时候 我们一群少年飞虎 已经在做社会上的领袖 他们在策划和复制社会上一群有需要的人 我们今年去了澳门 就和澳门的唐心仪协会合作 我们在暑假的某一个礼拜 就去了和一些由唐士统合症的小朋友 一起相处了几天 一开始我都会很担心 他们会不会很失控 很难相处 但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很甜蜜地抱着我们 又拖着我们的手 周围走 我觉得他们这些举动 令我感到很窩心 他们就是很直接地表达 给你听他们对你的爱和信任 青少年心中的光 是不会无故地亮起 当这个世界 有些人觉得年轻人很麻烦 甚至想要放弃他们 看看他们又是这样 教会一群青少年的同工 正在做好牧人 按耶稣的教导 与年轻人同行 最深刻的是 有一个青少年很想去看圣经 但他和我都住在社会事件 发生很频繁的地方 我们经过很多商议之后 决定冒险去他的家楼下 和他看圣经 有一次八号风球 主要崇拜就禁止了 整群工作人员 冒着风雨和我儿子看圣经 而我儿子在护送之下 有车接送 就带我儿子去训练 连续八年 逢星期五早上七点钟 和青少年零修 风雨不改 我一期早上乘搭通宵巴士 出去和你儿子烤梅 和青少年日常联合 和老婆都没有说那么多电话 为什么我也是做这些 因为我就是青少年出身的 虽然他在里面做的事 可能是很平凡的事 但他的影响力绝不平凡 我以前是一个只懂得 自己感受满足自己的人 我就营造了一个缘缘的形象 单纯去取悉人 我以前是一个很毒的人 会自己和自己在房间玩博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爱人 以为自己也不是用很多爱的声 我当时在玩游戏的时候 就桌了整张椅子扔了出去 但现在就不同了 其实我不需要什么都靠自己 出去就可以了 做基督徒之后 我的内心被神填满了 因为我最需要就是取悦神 而神一早一点 让我做回真正的自己 懂得去爱身边的人 care身边的人感受 其实身边一直有很多人在我工作 天天都要去 关心身边的人 我的兄弟 跟我一起 打电话给身边的工作者 不如之后 我还留在青少年去帮忙 你记得信和承诺 一会儿我们会奉父子 成名的名为帮你施洗 星星之火 可以了源 我们坚信 今天所建立的青少年团契 将会成为教会 以及世界的亮光 在继续人士的生活 不如都很忙碌 这个系统也知道 但是我很欣赏一班单身人士 我们不会因为忙碌 而当作是藉口 分裂了身边人的需要 在今年二月 我们很兴奋 开始了一个 叫做十八区全福音行动 所有单身人士的大英姊妹 用不同的方式 希望将神的福音 和神改变他们的故事 向他社区的朋友去分享 我们非常欣赏 单身人士的热心 我们除了期望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建立彼此的关系之外 亦都期望他们会面向这个世界 在职场上面 发挥耶稣给我们的影响力 在过往的一年 我们分别邀请了几位 在职场上很有影响力 亦都很有心的弟兄姊妹 分享他们在职场上的心得 很欣赏各位弟兄姊妹 你们都是很勇药 尋求突破 参与当中 亦都很用心地邀请了 很多身边的朋友 而每一场的career workshop 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他们来到的时候 都非常兴奋 和很积极参与 在今年的4月份 我们来自不同教区的弟兄姊妹 一行39人 参加了台湾之旅 他们透过汗水 透过双腿 完成了200公里的旅程 很开心 他们除了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在旅程当中 更加建立了很多彼此的关系 和友谊 他们对肢体关系的信念 亦都重新被激发 而今年的7月份 一班在职的弟兄姊妹 亦都远赴柬埔寨 亦都透过汗水和双手 去帮环与希望的学校 帮素未磨面的小朋友 翻身他们的洗手间 不如等我们听下 参加了的弟兄姊妹 他们有什么得着 最深刻的片段是去到第三天的时间 由主日崇拜 之后和弟兄一起去祷告的时间 大家去分享大家面对的远日挑战 我觉得很特别 我们只是可能几天的时间相处 但大家可以有那份安全感 去将大家最内心的事情表达出来 其实这个很激勵自己 今天生命不是再要表达得很干强 反而我们要去接纳大家 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去有生命的改变 在这个旅程里面 我发觉当中也有一些片段 对自己来说是挺特别的 当中一些弟兄姊妹 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付出的时候 身边其他弟兄姊妹 是会有很多毫不遵惜的欣赏和鼓励 完结了这十天的旅程里面 我自己也反思相比起弟兄姊妹 原来自己也不是一个人 那么容易或者那么主动 是为身边弟兄姊妹的付出 是会有很多的欣赏和肯定 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都决定出更多的力 为身边默默付出的弟兄姊妹 其实是有很多的肯定和支持的 单身人士无论在属灵上 关系上 使命上 或者在服事上 在过去一年 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寻求突破和成长 在这里 我们作为一班职工感到非常欣慰 希望我们在未来一年 继续这份热心 去将这份光带给这个世界 请不吝点赞 在中小伙子 我们下人 在中小伙子 我们下人 我们下人 就在中小伙子 在中小伙子 2019年對校園團契絕對是一個未知的一年 很感激校園團契裏面的職工 帶領香港百多個大學生 活出一個分別為勝的門徒生命 即使身邊充斥著無數痛心的事情 大兄姊妹仍然堅持 在大使命和門徒生命之中 繼續向前 新世代的來到 我們更需要年輕人願意站出來做屬靈的帶領 在超過110名的校園門徒當中 我們就有24位柴經班領袖 23位深圍委員長 更有人人在當中願意踏上傳導團之旅 當香港的大學生面對各種壓力和挑戰 一群門徒決定放下無力感 他們主動服侍的心就顯得更珍貴 在暑假裏面一群YARN LEADER 籌華了一個極有影響力的CAMPUS CAMP 更加在三日之間我們見證一男一女受勢 作為基東的門徒每當見到的需要 我們都會以不用詞去填補缺口 近年國內的傳導事工不斷被迫白 一群學生的門徒反而更加有決心 去走入這片土地尋找拯救失傷的靈魂 去到農之旅 見證到當地的學生有幾缺乏哀 記得一個女生去分享自己 如何面對爸爸被媽媽殺錯 而因為紀錄的愛而選擇他原諒 那份的震撼令我更加欣賞內地的教會 如何與人同行 既然決心來到這麼遠的地方服侍 一群弟兄姊妹也毫不保留 在14天入面走訪了三個城市 五間大學 在離開之前還留下了接近二十個研究 開學之後 我們很想跟一群女生說 唯有神的話語才帶來真正的改變和醫治 所以九月尾 我們跨教區合作 舉行兩場woman Jumbo BT 大膽闖入女生的內心世界 一班校園的姐妹親手製作了十幾件藝術品 手調了過百杯的Moktel 用最坦白的內心生命分享 去激勵超過三十個女生 來聽神的說話 被正經去改變 當世界充滿撕裂的時候 這些心思和準備是切實地修補生命 撫平著不同人內心的傷口 分別為聖的門徒生命 在2019年 確實是令到Campus Ministry多結果子 在過去一年 我們幫了二十個學生 受洗成為基督徒 在2020年 我們會繼續努力 用基督的光芒 照亮香港每一個大學生 開始 六月長日 十二月長日 八月 五月 黎黃 USP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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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KongU 在過去一年 已婚人士士奉祖別 很開心見證到很多精彩動人的難忘時刻 這些都是很多已婚人士 用無障的愛心堅持多年而結出的果子 背後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但可能這些故事中間 都有一段類似以下樂力的心聲 曾經有一份真誠的愛 放在我面前 但我沒有去珍惜 到沒有了的時候 我才後悔莫及 人世間最痛苦的事 莫過於此 如果那天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回頭的話 我會對這個人說三個字 我等你 如果是都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 我希望是一個月 啊 一年都可以的 哦 五年 好 八年 總之無論如何 我等你 已婚人士除了學等人之外 在過去一年還學了很多東西 例如 牧養已婚門徒系列 Table for two Prepare and Reach認證課程 婚姻牧養工作方系列 所以那些已婚人士真的很好學的 記不記得曾經有人說過 做人如果沒有夢想 和這條鹹魚有什麼分別 已婚人士當然不是鹹魚 所以今年有一班已婚人士 決定突破自己 追求他們的夢想 參加其實我是歌手的表演 他把神給他們的才能發揮出來 當晚真的非常精彩 還有一些感人肺腑的時間 在直直的夜晚 我喜歡一個人看星星 每一晚 星星都不會變的 每一晚都是這麼燦爛 不知人是不是可以永遠不變的呢 好像星星那麼長久 每一晚都發出光輝 每一晚都存在 但願人沒變 願此星長久 每一晚都消日 每一晚都感覺到 每冒日都享和arthy 每一晚都是相供照 相信對很多人來說都很難忘的 2019年對已婚人士來說 是堅持學習 堅持突破 和充满修成的一年 2020 我们会继续努力 期望见到神更加多的祝福 和报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